今天我们是首次线下的会晤 这将为两国关系深入发展明确方向注入动力 今年也是中阿建交65周年 65年前反对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 争取民族独立 解放的共同事业 使我们两国走在一起 65年来 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始终是患难与共 守望相助 两国的友谊力久弥坚 新征程上 中方愿同阿方一道努力 更续传统友谊 加强战略沟通 深化交流合作 推动中阿全面战留伙伴关系 新闻 支援 写主席主持人权反对比锦 的打讯归 和建築文化的城市 和建築文化的建築文化 和建築文化的建築文化 我希望在最初 能夠在建築文化 和建築文化的建築文化 和建築文化